Hello, Welcome to Paul's English Class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的期的Paul英语课堂 在本节课里面我将教大家如何用英语表达乘坐各种主要的交通工具 希望对你们在海外的生活、学习、旅游是有帮助的 好,首先我们看一下keywords,关键词语 我们这个地方乘坐的英文 有动词take 或者是catch 或者是ride ride这单词更倾向于美式英语 前两个的话是不区分的 就是英诗美诗都可以take或是catch 但是最后个注意了 我特别标注一下 by这是个借词 它不是个动作 它是个借词 而且后面的话 如果你接某种交通工具 它是不能加the或者是an之类的贯词的 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先把乘坐学习一下 接下来的话我们看一下公共交通的英文怎么说 你们会读吗 读做public transport 或者是public transportation public transport 或者是public transportation 好,这个地方的public就指是公共 公共或公共的 transport就指交通的意思 transportation也是指交通 只是区别在于transportation 这单词更倾向于美式英语 好,我们可以说 take the public transport 就代表是公共交通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take这个词 就代表成的意思 大家会了吗 所以这些关键词大家要学会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将从那个陆路 然后呢 从那个海路或是水路 然后最后再说一下那个就是空中啊 空中的那种交通工具啊 我们将从那个三个角度来介绍 好,首先我们看一下 陆运的交通吧 那个你要说哪些 这个地方的话by 乘坐 by by land 你们会发现 land这个词前面是没有加任何的贯词的 land就指是陆地的意思 所以说第一章我们是关于by land 陆运的 好,我们说要看第一个 就代表熟悉的 乘公交车 take the bus 或是take a bus 这地方 a,the都可以 如果你要强调的话 你可以说take the bus 比如说从哪儿到哪儿的 那个公交车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下面的例句吧 would you take a bus to work every day 你愿意每天乘公车去工作吗 这地方的 那个 would you take a bus 就指是你愿意乘公车吗 这样子的 好,我们看下面一个 下面一种的话就是 具体的是一种种类的公交车啊 这叫做双层巴士 take a double deck bus 或是take a double deck double deck 这地方的deck代表就是那种 甲板的意思 或是 这种汽车的那个甲板啊 这样子的 或你可以说 double deck bus 代表是成双层巴士 或你直接可以说 double decker 也行 加一二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第一句 double deckers are still popular with tourists in Hong Kong 双层巴士在香港还是受到游人欢迎 好 这地方 我们第二个句子 大家会了吗 这是根据种类来说哈 比较那个流行的 我们这节课只是介绍一些主要的那种交通工具啊 主要的 ok 好 下面一个的话就根据种类来说的话 有种叫做那个穿梭巴士啊 就是比如说从机场到酒店 它就是固定的一个航线的那种 非常 就是说非常frequent的 非常频率比较高的一种巴士啊 我们看一下 英语怎么说呢 catch a shuttle bus catch a shuttle bus 但这地方你不可以把catch a 这两个单词都变成buy 放在句子后面也行 但是它不能作为位语动词的 我们看一下例句吧 travelers usually read the shuttle bus from airport to hotels 旅客们通常乘穿梭巴士 从机场到酒店 好 这地方的shuttle bus shuttle这单词本来就是穿梭的意思 所以我们说穿梭巴士就是shuttle bus 但穿梭铁路啊 或穿梭的那个就是 火车或是飞机那些都可以用 shuttle什么什么 比方说那个火车 shuttle train之类的都行 好 我们看一下下面的一个 下面一个的话 我们根据那个汽车的那个用途 我们还可以分为tour bus 观光巴士 观光的英文 tour tour bus 观光巴士 或者是在英式英语里面 用的比较多的 coach coach 长途巴士 coach 这个也是大家应该经常听到的 校车 school bus school bus 这几个啊 说我们的巴士片的话 就这样子的 这样我们看一下下面的 在有些国家 一些城市 比较普遍的 有轨电车 这个城 有轨电车怎么说 你可以说 ride the tram 或是tram car street car 或charley 好 这一份的tram 或是tram car 更主要是英式英语 美式英语一般是用street car street car 或者是charley 美式英语里面 charley 这样子的 好 我们看一下例句吧 are there any charleys to take in the city 城里面有 有轨电车城吗 OK 这一份的charley 就是那个电车的意思 电车 它是有固定的一个轨道的 是这样子的 所以这地方 有轨电车怎么说 你们知道 比如说你可以说 tram tram 或是street car 或是trolley 这些都行 好 我们继续 第六个 我们就看一下 乘火车 好 可以说by train by train 或是by rail by railway by railroad 这些都行 简单说的话 train的话 它是指火车 这个 就是交通工具 接下来 rail不一样 rail的话 这单词代表是 那个轨道的意思 railway 也代表是 铁路轨道 rail road 是美式英语的 那个铁路轨道的意思 好 比如说你可以这样子说 我们看一下下面的例句 Did she travel there by light rail 它是不是乘轻轨去的那儿 这地方的light 这单词 是形容词 代表是轻的 所以轻轨怎么说 就是light rail light rail 好 我们所以说 可以说by light rail by light rail 这样子的 OK 大家会了吗 我们看一下 这地方的那个 乘火车的表达 都是放在句子的后面的 因为它是一个借词 在加名词结构 是这样子的 好 我们看下面的一种 下面一种话 就具体的 是现在比较流行的 比较比较普遍的 一个高铁的说法 用于怎么说呢 可以说乘高铁是 take the high speed rail 或是 take the high speed train 好 我们看一下例句吧 第一条高铁被认为是子弹列车 这个就是日本的子弹列车 子弹的英文 bullet 那个高铁 高速的英文就是 high speed high speed speed这单词 代表速度的意思 好 这一番的rail 记住我 它只是代表一种 铁路轨道的意思 所以你可以说 take the high speed rail 但你一般是不会说 take a a是不行的 但你可以说成是 take a train 都可以 比如说 乘一辆那个高铁 take a high speed train 这样子可以的 因为rail的话 它是那个铁路轨道 是套系统 你不能用 a这个词的 这样子给大家讲一下 OK好 下面的我们看一下 下面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地铁了 地铁我们的英语怎么说呢 我们看一下 乘地铁 take the subway 或者是metro underground tube 这都行 subway的话 比较倾向于美声 metro的话 它比较用的普遍一些 但更多是倾向于欧洲的那种地铁 underground 是英声 tube 或者是英国伦敦的那种 地铁系统 tube 比如说YouTube 对不对 tube 它是一个本来代表管道的意思 特质英国 伦敦的 说我们看一下例句吧 will you take a subway train to travel 你要乘地铁列车旅行吗 大家发现没有 这地方我用了 a 为什么呢 后面是用了train这单词 如果不用train的话 你就只能用a 比如说 will you take the subway to travel 你要乘地铁旅行吗 因为subway 它只是代表是地铁系统 或是那个轨道的意思 你就不能用a了 这样子 如果你叫上train的话 就可以用a 这是没问题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地铁 所以我们陆路交通的 这个非常重要的地铁 好 我们再看一下 还有更普遍的 就是出租车 容易可以怎么说呢 乘出租车 ride a taxi cab 或是ride a taxi 或是ride a cab 好 taxi cab 就是出租车的意思 你可以单独说 taxi或cab 在美国的话 用cab用的是比较多的 比如说你可以这样子说 would you write a shared taxi cab with them 你愿意和他们一起乘共享出租吗 这地方的shared taxi cab 就只是共享出租的意思 但你可以在share后面加个d 就是shared taxi cab 也代表是共享出租的意思 好 这样子的 好 这地方的话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出行 就用的是共享出租 或者是网上的 比如说Uber 或滴滴之类的打车软件 所以你要了解下车怎么说 你可以这样说 ride a taxi cab taxi或cab 很多人可能知道taxi 但你知道另外两个吗 比如说taxi cab 或者是cap 真知道吗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另外一种 公共交通运输方式 就是我们的水运 by water by water 就代表是水运的意思 这样子 但如果你特制海运的话 就是by sea by sea 这样子的 OK 好 我们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那个乘船或渡轮 或是大一点的船 就是轮船怎么说 by boat fairy 或者是ship 这样子 比如我们看一下第一句 do you prefer to go there by ferry 你更喜欢乘渡轮去那吗 fairy 渡轮 就指的是那种 就是 它也是种boat 但它一般是那个特质 运输那个游客的 这些旅游景点比较多的那种 就是fairy fairy 大家已经记录着单词了 fairy 但ship的话 它其实本质上来讲 也是一个boat 但是它是大的 那种boat 我们就使用ship 这单词 大家会了吗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空中的吧 by air by air 所以你说乘飞机 这也都可以说by air 这样子表达 OK 我们看一下这个比较简单 你可以说那个乘飞机 take an airplane 或是take an aeroplane 或直接说take a plane 但如果用这个的话 plane这单词就是用 a 前两个的话要用an 因为它是那个后面的两个单词 airplane 或是aeroplane 这样单词是原音 发音开头的 这样子 只能说aeroplane这单词 相对来讲的话 应实应用多一些 这样子的 我们看一下例句吧 the family arrived in the city by plane 家人们乘飞机到达了这城市 这样子的 大家会了吗 所以我们看一下 我们从这一课总结下 我们从陆地 从那个海上 然后或说水路 或从那个水路到那个空中 我们的各种常见的交通工具 都给大家讲 然后我们主要是陆地 来讲很多非常实用的一些 单词集表达 大家又学会了吗 如果你对那个 我们这个乘飞机 包括这个机场英语 或旅游英语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 我们我的频道的 那个机场英语 或旅游英语的特辑 你们点进去 有系统的学习 那也关于飞机的 乘坐飞机 包括机场 与旅游英语的 一些一系列表达 你可以点 所以说订阅我的频道吧 快订阅我的频道 你们就能看到了 这些表达 这些课程 好 所以说你如果对我的频道 比较感兴趣的话 可以点击那个视频右下方的 订阅按钮 这样子 特别是YouTube的 那个观众的话 然后呢 那个点击订阅以后 打开那个右边的小铃铛 那个视频右下方 有个小铃铛 打开就话 打开以后就能收到 我的视频的最新的通知 就不会错过任何视频了 这样子的 或者加我的微信号吧 OK So Thank you for watching I see you next time Bye bye